好 記憶人類的好奇心等等的原因 還有一些夢想 我們呢 就去其他的星球探索 希望能夠找到一些生命 其實我們比較希望是找到那個有智慧的生命 可以跟我們一樣溝通啊 談一談天啊 聊一聊之類的 找到草履蟲的用處是不大 不過這句話也不太對 因為如果你連草履蟲都找不到 你就不要想找到更高的生物了 OK 好 來 本來我就想辦法探索 這個是1969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 所以前幾年有那個登陸月球叉叉週年紀念 叉叉叉週年紀 叉叉週年紀念 好 這個東西 再過幾年就可以來登陸50週年紀念 OK 然後呢 美國人就去火星上走給他看看 這裡寫個1997年 這個探測活動在當年非常轟動 因為那是美國停止去把東西丟到火星上去之後 很多年重新開啟了這個探測火星的系列 那是因為美國人想要登陸火星 所以他想要登陸 是不是那個叫什麼總統 他忘記他從2035年來幾年 他希望能夠登陸火星最新的宣誓 所以他想要登陸登陸 所以他去那邊搓給他看過來 所以倒閉這個車子 六輪小車啊什麼之類的 我看到他去探測 不過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任何的生命跡象 就是這個 你看那個Test Founder 打開來 降落下來 艙門打開 咔嚓拍一張照片 好 我們 死拉百姓就負責看 哇 好荒涼喔 就可以了 他們可以這樣去看 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會看到這些石頭的樣子 有沒有流水曾經流過的證據 還是會有什麼樣的作用 會形成這樣的岩石分布 來瞭解以前曾經流過的事情 叫做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然後呢他有個六輪小車 有人有去看天地秀有嗎 天地秀有那個電影 那個太空的人做半天就這台車 就這台車 就這台 幫助他去跟地球做通訊 就這台車 一個六輪小車 六輪小車 好六輪小車 去到處走走看一看來 挖一挖採一採標本分析一下 Data送回 送回那個NASA去 然後美國人很無聊 他幫這些石頭取名子 好 右上角那個石頭叫做Yuki Yuki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Yuki是以前一部卡通語念 黃石公園的一隻熊 那個熊會跟遊客討食物 吃到幹嘛直接發生這些事情 他就說起去Yuki那邊刮一點石頭下來 好 這也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不確定為什麼 那些太空船都是六個輪子 都是六個輪子 我也不知道 是六個輪子比較穩吧 六個輪子 因為他一定要很穩 他走得很慢 但走得很穩 因為他如果翻車了 因為媽要扶起來 所以他要走得很穩 好 OK 好 那 要去站一站的 旅居者 這是第一代 中間還有一個第二代 第二代有兩台 有兩台 然後呢 這個是最近紅的那個叫做第三代 好奇者 比他一代大非常大是大多 你現在他都是好奇者 發布的拍的照片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壓著各種的 發布的 好 現在 就在那邊走一看 尋尋看看 收一收 找一找 挖一挖 打開一拍 然後呢 要了解火星的狀況 為美國人登陸火星做準備 好 為美國人登陸火星做準備 OK 然後呢 這是最早離開太陽系的船子 排到MIR 10號跟11號 其實藉由Karsakam的建議 他放了一個鍍金的鋁板在上面 來傳遞人類的訊息 希望去外面被有智慧的人撿到 可以跟我們接洽聯繫 杜金的鋁板長這樣 最上面這個叫做氫原子模型 宇宙中最多的氫原子模型 你不要理他 然後呢 這也可以得到二進位的中心 然後呢 中間呢 這個 中間這一塊 那個散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 定位出太陽系的位置 定位太陽系的位置 用當時的最新發現 波煞星來定入太陽的位置 告訴你他從太陽數過來 第三顆行星甩出來 藉由木星圍道跑出來的 那麼是這樣的人發射出來的 這樣的人發射出來的 可以打一招呼 嗨你好 好 背後這個就是太陽船 當作比例子 告訴你這個人到底有多大隻 多大隻 就是一個杜金鋁板 傳放了我們的訊息 希望被有智慧的人撿到 知道太陽船從哪 過來的 然後可以 有機會可以跟我們聯絡海坦 這是第一代 就是一個板子 後來時代進步了 航海加一號號 改放光碟 光碟裡面就有聲音有影像 然後呢 曝光碟播放器 就可以聽到聲音天爛 自然間的聲音 動物的叫聲 還有人類的音樂 還有一個五十五種語言的問候語 跟你說 好 然後有很多圖片 我挑了一張有世界大同意味的圖片 不曉得我們的千元大超是學他的 好 就是那個光碟 曝光 告訴你圓圓圓 有些資訊 哪邊來的什麼波什麼之類的 好 剛剛講過 我挑了一張 跟千元大超有點像的照片 有世界和平味道 小朋友為地球儀 OK 好 世界大同的地位 我挑了這一張照片 OK 然後呢有五十五種問候語 我挑了三個我聽得懂的 第一個叫英文 Hello Hello 從那個行星 Hello 從那個行星 然後叫地球你餓死 然後小孩 在稱為地球的行星上的小孩 跟你說 Hello 國語 OK 另外一個叫國語 各位都好吧 我們都可以想念你們 有故事到這兒來玩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在台灣的網頁上 往自己臉上貼金 說他講的是台語 NASA的網頁上 說他講的是廈門話 廈門話就是閩南語 台語也是閩南語 只是台灣被日本人統治過 所以我們的台語裡面 留下很多日本話的遺跡啊 什麼本東啊 橫克爐啊 那種東西 都是日本話留下來的 日本話留下來的 日本話留下來的 但是他又講的就是台語 太空朋友 你好 你吃飽了沒有 五年掉在誰 有空來我們這裡做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跟中文有關的 好像還有兩種語言 一個好像是廣東話 一個好像是無語 可能是上海話 因為我根本就 聽不懂 所以我們就放棄 我只少三個我 聽得懂 就是放這些希望被外面 有智慧的外星人撿到 他可以撥出來 然後可以對我們地球 有一份了解 有沒有了解 就是我們的 對其他星球一些探測 以及所傳播的訊息 OK